哪種鞋的設計是妳一看到妳就覺得那種鞋裡的美景 有有剛剛那種藍色我就覺得適合了 就是那個沒有腳厚跟木勒的那一款 那是木勒的那款 結果我還蠻喜歡 因為像我很喜歡穿寬床褲 對然後如果有露出一點鞋的尖 但是都不會看起來太正式 我覺得感覺很像涼鞋式的那個 那種最近還蠻就是還蠻挑那種鞋 那妳有什麼挑高溫鞋的訣竅嗎 現在就是穿過那麼多 我一看就大家知道這張好穿 好穿喔 腳弓吧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鞋 腳弓就好像能夠貼起我們整個腳底 我覺得基本上這種高溫鞋 穿起來都算是合腳底 因為穿起來有點比較舒服 再來就是我比較不會挑太過一點尖頭 就是我很喜歡尖頭的高溫鞋 可是我不會挑 然後有一陣子很流行這種超級常見的 因為像我其實穿走了我的腳步 因為可能職業吧 穿走了比較有那個 所以你穿太一天太長了 其實我走了之後會比較不舒服 那如果三寸對我來說已經極限了 三寸以上 其實我覺得每個女生 踩起來都會蠻辛苦的吧 對不對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們那個 就是腳踩到底指頭的部分 它那個腳底那個內塊不能太薄 就是太平衡 對對對 就我們的腳底接觸地板 如果太薄淺的話 其實也滿會對女生腳造成傷害的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